背景时间8月6日,对于有用户文件损坏情况,腾讯云发布关于用户前沿漱口,数据完整线上送及腾讯云补偿措施的说明。 据悉,近日,腾讯云用户前沿漱口,平台一块操作系统云盘,应受阻在物理银盘固件版本back导致的静默错误写入数据和读取出来的不一致影响,文件系统原数据损坏。 腾讯云表示,监控到异常后,第一时间向用户告知故障状态,并立即组织文件系统专家并联合厂商技术专家尝试修复数据,虽然经多方努力,最终仍有部分数据完整性交易失败。 经过分析,该硬盘静默错误是在极小概率下被处罚,腾讯云随即的固件版本,由back的硬盘全部进行下线处理,确保相关隐患全部排出。 为此,腾讯提出了赔偿加补偿总金额,达到136469元的解决方案,是该用户在腾讯云平台中用于金额的37倍。 不过,前沿漱口基于自身评估,就此次故障对腾讯云提出,那1101万6千元的索赔要求,腾讯云称,这远远高于其能够提供的方案。 这也是双方目前为能达成一支的主要原因,腾讯云称,未来杜绝概率极低的意外事故发生,在做好云平台数据备份保障来,也按照行业惯例在相关协议中, 提醒用户对自身重要数据,尤其是用户信息、程序代码、网页素材等进行数据本地备份。 这次故障中,前沿数据也表示目前,没有任何本地本份数据用来恢复。 腾讯云表示,将继续与前沿数据保持沟通,帮助其进行业务恢复。 如果最终用户倾向与寻求以法律述送方式解决争议,也将积极配合用户在法律框架下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。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科技类的新闻资讯各类智能电器,手机测评信息点击进入,进入www.huahuo.com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